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大年十五的元宵节刚过 从北部平溪放天灯 中部南投的灯会 到南台湾的盐水风炮都好热闹 也博得了不少媒体版面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朋友曾经听说过 在外岛马祖也完整保留了非常传统的元宵习俗 在这里他们把元宵节称为百名 在这段期间呢 旅台相亲纷纷回家团聚 四乡舞蹈有连续十天 都是在鞭炮声当中度过 而庙里也大手笔的板斗连吃十天 看在难得造访的外地人眼里 真的是大开眼界 但是非常可惜 因为地处偏远 交通又极不方便 可能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都对这一项极有特色的文化活动相当陌生 而在最近几年 马祖曾经引起媒体注意 占了较大篇幅的新闻 就是博弈公投 的确当地政府把发展博弈事业当作马祖博翻身的重大契机 但是除了盖赌场吸引观光客来住个几天 走马看花之余 马祖还有更多更深层的东西 值得介绍给大家认识 独立特派员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马祖蹲点 观察马祖在公投之后的改变 也跟当地居民串门子 听听他们从小生活的马祖 还有期待中的马祖 这一年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 制作成了北风这一支纪录片 因为片长有一个半小时 所以分成了上下两集 连续两周在节目当中 跟观众朋友分享 现在就请您一起来观赏 这个北风之岛的四季变幻 还有时代推移 这一支纪录片 民国山的北面 冲跑山就把地律给马祖 滑滑的崩溃了 同一的生活换水 就做了改变了 立须改变了人家的命令 鼓励就听北风公喜 北风公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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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福建的 還有你說這個環旗的 他各地方各地方帶來 所以說神就這麼多 你拜這個賢天上帝 我拜白馬大法 所以說那個時候 他各地各地各地方 請來關職 有事情有請問他 他會給你指點一下 不可能是說百分之一 我那是最少那個雅安 他以前就是 才去問廟裡面才癒好 要不然沒辦法癒好 馬族的多元的信仰 最重要是因為地理環境 我是覺得地理環境 因為我們剛好是位在茗江口 你整個茗江流域 到最後都會注入到 這個茗江口這邊 所以說在馬祖這一個 宗教信仰可以說是 整個福州地區的縮影 民間信仰的縮影 我們馬祖的元宵節活動 是農曆初期就開始 前後一個多月 扁曆就是說那個仇神的活動 就是擺了很多的蜿蜿蜿蜿 就是祭品 我們的北甘扁曆呢 從哪一天開始呢 從那個 筍蕾蜿 跟老師一起練 筍蜿蜿蜿 筍蜿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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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蜿�蜿�蜿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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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蜿��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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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掛著燈籠 對不對 給我掛著燈籠 好 別曼的時候 家家戶戶都要拜拜 孩子都看在眼裡 然後老師還有小朋友 都會去打蘿蔔 他們也都在參與集中 你看因為別曼一年比一年盛大 就是除了觀光客以外 像我們自己整個家族 可能一整年裡面就是別曼的時候 會聚在一起 所以很多家庭也都是這樣子的 你說我們老師要刻意去 去做什麼傳承 目前為止好像 整個大環境已經 已經是一本教科書了 阿嬤 你做什麼所以就有了 阿嬤告訴你 這是地瓜 天氣滾 暖暖的 烤那個太白粉 阿嬤包那個糯米 這也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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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魚面 魚 鹽巴太白粉 水仔裡了 十五瓶 二十五瓶 三十五瓶 也不太多 拿嘴拿好 牽人去 一間 這個檔 你能貼蠅的黏黏 你如果皮皮的 貼不黏黏 這樣就灰了 一會炒 古早的人去是牽人 把芭蕉 再花到牽蠟 就這樣 這樣就牽好黏 那就貼蠅 衣服不用堵 這樣就换進去 那就换進去 太快 太快 太快就不要跟他一樣 你慢一點 好 你吹出來 吹出來 通常在元宵節前 吹到古板的聲音 這個預告呢 就是這個節日即將要到 來 已經進去 已經進去 回來 你還沒有 再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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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兄 有 陳孝威 陳孝威 有 陳孝威 我們元孝節這幾天陸陸續續的 各村都會到我們廟裡面來拜你 然後我們等於說 十五那天就是明天後天 也要到各村去拜你 等於說每個神教一到每個村莊 他等於說跟我們人一樣 要握手 要自義 所以兩個神教就會結合在一起 就是打招呼的意思 我們很多叔叔 很多嬸生 七嬸 這是十一嬸 這是骨姑 這是十嬸 除了伯父是住馬祖 跟子女住馬祖 其他全部 還有骨姑在 其他幾乎都是台灣回來 特地回來過元宵節 我們都是從這裡長大的 都是在這裡長大的 這邊長大的 養大了 這邊同學沒有回家 這孩子都挺起家 七家 七戶人家 七戶人家 每個小桌子把人 這都是空的 這都是以往 就是以往 師父一半是回憶 回憶 同年的回憶 大家記一記 師父就是 謝好吃福的意思 在地的都一樣 自己的朋友 在地的相親 就是帶著自己的朋友都可以 那海裡的 站住 看一看 好去 好 帶走了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可以的 好看 你 tá 你會不會吧 你怎么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麻祖比较特别 尤其是北干 这叫做公基 公基通常都有四个人抬的神教 然后神明会上到神教上面 他神教会在桌面上画一些符号 那由我们长老 就是我们麻祖能叫做多辣来负责翻译 看看这神明下的旗艺是什么 来 你说电器用我先拿去 你说电器用我先拿去 刚刚九天选女娘娘灯暖叫 就说交代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接客人 就是接神明来这边参加元宵节的客人 我开这个店开67年了 开什么叫六顶 最久就开了 以前八家开这火店 现在就是我们一家了 下面也有一家 人家要是买阿宾 刚才要是买阿宾 阿宾我都没有了 就给人家就抓住了 买阿宾就出去 以前这个人不满满了 结果要是买满了 人家做什么都必须 背后 现在你起大了 也没有生意了 结果是我爸爸 我们出去 叫南京先生 他有49岁 就叫南京先生 他带去 可能就要抗病 以前要去买满 买满满 人家成病很多 就是这个电机 我去看这个银子 他就打开一个中路 吃了吗 这都是唐花无略的 以前啊 我能怎么做 做的 尖轮啊 自 到口海边 靠等一 中北跑了 跑了多少人 北漫的話在馬土的元宵節落盡 在馬土來講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一個祭典 那我認為就把它歸類成為一個海洋的祭典 因為我們的漁民有個習慣就是過完元宵節之後 開始才出海 出海前這一段時間等於是漁夫最閒的時候 所有在這一天全村人都要回來 都要去參與這祭典 那每一個人都會分配到不同的任務 那最重要的有四個流程 第一個流程的話它是北漫 就是說要排夜 漫就是說我們晚上的飲食 就是我們會準備大的蠟燭跟供品 在晚上的時候就會擺起來 在廟裡面會擺起來 你在看它的祭品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到就是有很多很多蠟燭 大小高低的蠟燭不一樣 它祭品也不一樣 那蠟燭特別高的話 就表示今天這一家有喜事 它送了大紅的蠟燭 那這個是排夜 那這個是排夜 那這個六十塊 那六十塊蠟燭 那這個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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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蠟燭的蠟燭 我們待會的蠟燭燭裡面呢 會放蠟燭 也會放蠟燭 那這個也會放蠟燭 那這些呢 我們要給我們白馬中王 白馬中王 用蠟燭的儀式 迎接我們的白馬中王 那這個蠟燭 我們可以看到神君經過的地方 在家家戶戶 都有點蠟燭 同時呢 會了一些兩場 給我們的白馬中王 那個什麼蠟燭啊 就是蠟燭的地方 你看這個什麼蠟燭 宋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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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喜是我們擺明 最特殊的一個儀式 那最喜歡是 藉由我們沾點這個 神明的福氣 來人叮 天叮 興旺 的意識 對 蠟燭放這邊 白馬王的蠟燭 放在這個 新人的船部上面 我們就是綿延指示 能夠越來越旺傳下去 那這個天花是我們福州人 植物的一個崇拜 那這個紅花代表就是 這個女兒 白花代表就是兒子 我們希望說這對新的明年 這個能夠添添個指示 長期以來呢 我們明明呢 或者我們的村民呢 因為以前的醫藥病不是很發達 很多人生難免有一些病痛之類的 當然又會去祈求神明 來醫治他的病痛之外呢 那心裡也有很多的疑惑 他也會在廟裡面求神問苦 所以自然而然呢 從小的很多的感情 會跟這廟呢 是連結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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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把神不是看着一个高高在上的 他就好像在我家隔壁的一个长辈 他实际上会去关怀你 很多事情他会去请求庙里面 最后很难解决的事情 都是由庙里面来做的来解决 所以他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司法仲裁者 排解纠纷者 所以这个庙是一个非常功能 非常拨远 所以我们是觉得 这庙在马祖人的心目中 它占有很重要的地方 我玩完了 你玩了好多你哦 我也要吃 我是跳远 要吃干嘛 你不想吃 Shannon wollen 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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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说完的时候 我们有空闲的时间在那边钓鱼 钓那个石头工 他对这个非常兴趣 没有遇到他也感允认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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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啊 那个白鲸鱼拿来做熬 做熬哈 拿来钓那个石头工 钓石头工 钓鱸鱼 钓鱸鱼 钓石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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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鄉先做起 這個是最傳統的 我們傳統的就是用這個釣 以前夏天啊 我們圍網圍的這個小魚 圍的就是釣鮭魚 以前那個那個釣魚 那個魚啊 鮭魚好多 我都釣了一整框 石斑魚啊 鮭魚就是我們馬祖話 馬祖人講鮭魚 就是石斑魚 蛤 那個有沒有叫鮭魚 我兒子都不會漏的 我兒子每個人 我的兒子都沒有下海 我的兒子他們就練書 那一艘專門釣魚的 這一艘釣魚非常的厲害 釣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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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啊 民國六十幾年 大家都搬到台灣去 那個沒有魚打 蛤皮網沒有魚打 虧本 大家都搬到台灣去 大家都去台灣 只有我沒有去 我爸爸 我媽媽也叫我去 大家通通去 還有我跟我一起這麼大的 鄰居的小孩子 通通去 年輕人啊 通通去台灣 回來的時候拜拜 我看到我在那邊打魚 哦 他們拉著我 他說 哦 一定要搬到台灣 台灣是你多好啊 天堂啊 在這邊打什麼 我每天都釣很多都吃骨 吃骨完啊 對呀 吃骨完怎麼辦 我一個人可以吃六隻 吃骨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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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呀 來呀 哎呀 海雞呀 好棒 我家住在海邊邊家 海邊的魚呀呀呀搖呀 我現在就在那邊打魚的魚呀 我的魚呀 我現在有好幾個 他自己在那裡 有好幾個小小小的 哈哈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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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